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赵云铭 继续给大家播讲日本战国群雄 上次我们说到 风筝家和德川家听战和谈 德川家康既然和风筝秀吉 达成了合约 那么是否还要保持和北条家的结盟 德川家康就有一些犹豫不决 那么景义执政 为此就向德川家康分析厉害 说服了德川家康 上落的时候暂时沉浮于秀吉 那么德川家康就上落 向秀吉表示沉浮 而风筝秀吉的母亲大政所 也正式到达了岗崎城 作为人质交换 那么本来秀吉和家康 两个人形成了盟约 相安无事 可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危机 负责保护风筝秀吉母亲大政所的 是景义执政和本多重刺 因为本多重刺 他不满风筝秀吉 所以有一天晚上 本多重刺就派人 将柴火堆在大政所住屋的外面 准备点火烧死大政所 景义执政得到消息以后 迅速的赶到现场 加以阻止 并且亲自送茶点给大政所 从而使大政所没有产生怀疑 最终将危机化解 那么大政所也写信给风筝秀吉 对景义执政表示了好感 并且是感谢 风筝秀吉接到信之后 就告知德尘加康 让他上落的时候 让景义执政陪行 当景义执政和德尘加康 一起见到风筝秀吉的时候 风筝秀吉对于执政 给予母亲大政所的招待和帮助 表示感谢 同时也高度评价了 景义执政的乌勇 同时呢 风筝秀吉也没有忘记 拉拢景义执政 他提出要给执政赐姓风筝 那么景义执政的回答是 我本姓藤原 不可以改姓风筝 以这个为理由进行了拒绝 风筝秀吉并没有恼怒 他反而将自己随身携带的配刀 解下来 赠给了景义执政 1588年4月 在俱乐地见过秀吉之后 景义执政被封为 从无为下了官职 当时随着家康 上落的德尘家诸位大将 都获得了封官 但是只有景义执政 被允许升殿 面见天皇 这是当时德尘家重臣中 受到了最高规格的礼遇 据说当景义执政 打算离开京城的时候 风筝秀吉还专门请执政 到大阪移聚 那么当景义执政 到达会殿场地的时候 他发现已经在座的 就有已经投奔了 封臣市的 之前德尘家的重臣 石川树正 那么当风筝秀吉来到的时候 景义执政就对风筝秀吉说 执政从不与背离主君的人同坐 虽然是殿下的下属 然而执政 为与此人同间相靠 感觉到羞辱 风筝秀吉听到之后 当场就称赞景义执政 是德川家的好汉 风筝秀吉把景义执政 居于德川重臣之首 这主要是因为景义执政 他是德川市一门 是德川家康的女婿 同时呢 他和德川家康原来的政史 筑山殿 也有血缘关系 第二呢 景义执政出身高贵 景义市和德川市 实际上是对等的家族 当然最主要的目的 风筝秀吉还是想分化 挑拨削弱 德川家家中的实力 1990年4月 风筝秀吉发出了 全国大明的动员令 20万大军 直指北条家的小田园城 德川家康呢 也一起出征 由于本兜中胜 率领了别动队 转攻其他的要城 那么关于德川家的本镇 由谁出任先锋 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正当所有人都认为 应该是神员康正的时候 德川家康 却问景义执政 你从来都喜欢 争当先锋 这次不想率先 攻入小田园城吗 景义执政就回答说 不想 秀吉周围的兵不多 我想直接去逃取他 不过德川家康 立刻就对他的想法 予以了否决 景义执政只好说 如此 我希望能够担当好先锋 那么开战之后 景义执政率兵 就攻破了北条市的 先跟防御线 成功的突入了内阵 风神秀吉得到消息之后 非常的开心 并且特意颁发了 感谢状给景义执政 由于防线已经被突破 小田园城立刻就被包围 但是并没有立刻被攻破 景义执政因此 就向小曲轮发起了夜席 与北条家的首将 山脚定胜激战 斩取了首计400多 虽然山脚死守 但是由于小田园城 已经被景义执政的赤备队突破 再加上北条市罩和松田县秀倒戈 最终小田园城被攻陷 战后风神秀吉高度赞扬了景义执政的功劳 指出景义执政乃是功成的首功 而这次作战之中 景义执政所率的赤备队 作为丰田家20万军队中 最先突入小田园城中的 所以呢 景义执备队从此盛名轰动了日本 1590年 小田园城攻陷之后 景义执政受封上野国 齐伦城12万代 是德川所有家臣中最多的 1591年北澳洲的南部家臣 九湖正石反叛 就爆发了九湖正石之乱 风神秀吉迅速的派出 普生世襄和千叶长政等人 出兵讨平 景义执政也奉命 陪同着世襄一起出兵 事后呢 风神秀吉对景义执政的协助 表示赞赏 1598年 景义执政奉了德伦家康之命 废止了齐伦城 在南边的和田处建设了高崎城 但是景义执政 因为政治拭目的繁忙 很少会到高崎城去休息 他平时是奔走于大阪城 和明湖沃城之间 与反十天派的各位将领 进行外交博弈 那么最终达成了双赢 景义执政和这些将领 进行交涉的文书 很多仍然存世 特别是1598年12月25日 景义执政和黑天孝高父子 多次通信 这被后世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认为景义执政 为黑天父子能够加入亲德川派 做出了很大的推动 因为作为秀吉首相 两大军师之一的黑天官兵卫 如果他直接对抗德川家康的话 那么德川家康的天下之路 就会有很大的变数 封城秀吉去世之后 随便三成和德川家康的对立 日以加深 1600年官员核战爆发 不过在这场决定日本战国命运的 关键性核战爆发前夕 在景义执政的外交攻略之下 经济高次 竹中重门 加藤真太 道业真通 关一正等人 都相继的允诺 倒戈加入德川家的东军 1600年9月15日上午8时 由德川家康率领的东军 和十连三成组织的西军 在官员布阵完成 正式开战 由于当天大悟 东军的先锋 福岛正泽 得到了关于西军 各阵情形的报告 正在原地僵持 那么景义执政 当时的身份是军监 负责监督和支援 本来是不需要打头阵的 但是当时呢 他是和德川家康的第四个儿子 松平中级 共同前进 那么就从福岛正泽阵营前 经过 那么他们就被辅导正泽的 师大将 可儿财藏 阻住 财藏就说 此战的先锋是我家主公 战前 谁也别想 经过我们的面前 景义执政就回答说 这位是家康公的四子 终极殿下 今天是他的出阵 想去前方探知敌情 在下也只是奉公行事 前来陪同而已 可儿财藏 就被终极的名字给震住了 不得不让开道路 就这样 景义执政陪同着松平中级 来到了阵前 景义执政突然就下令 向余喜多的阵营开枪射击 抢先于福岛正泽 挑起了战端 使得官员核战 正式的引爆 史称官员一番枪事件 天下之分的大战 竟是由德川家打响的第一枪 那么担心功劳被抢的福岛正泽又惊又怒 不得不奋力开战 下令全军进击 就这样福岛家和余喜多家的部队陷入激战 开战之后 景义执政的事迹 在各种史料里有两类记载 一种说法呢 他先后与小溪 石田 大谷 余喜多家的部队作战 另一种说法呢 说景义执政 在先头队伍开枪之后 迅速的折回 来到了战场一侧 与西国第一强将 岛金义红 摇摇相对 准备在岛金家有所动作的时候 迎头痛击 那么现在普遍认为 后一种说法比较准确 因为停留在侧方 符合景义执政 军监的身份 也很好解释 为什么心知口快的辅导政则 在日后并没有记恨景义执政 因为景义执政 虽然先于辅导政则挑起了战端 但他同时也顾及了辅导政则的名誉 在完成了使命之后 很快就撤离了前线 总而言之 一直到官员核战进入尾声的时候 景义的部队才和岛金家的部队 发生了激烈的战斗 关于景义家部队和岛金家部队的战斗 一般的说法是 岛金家在西军主力溃败之后 发起了著名的敌政突破 直冲德川家康的本阵 示威之后转向逃跑 这种侮辱德川家的行为 就激起了景义执政和本多忠胜的愤怒 执政在这场作战中 首先率兵就逃取了岛金义红的侄儿 岛金风九 在大部队剿灭了殿后的岛金家兵将的过程中 他率领着一百骑兵 奋起直追岛金义红 因为追得过急 走得太快 甩开了身边所有的护卫 处于一技突进的状态 在他即将追到岛金义红的时候 被埋伏在胡草丛中的岛金兵士 白木圆腾的火枪击中 右肩中弹 然后坠马 此战中景义执政伤得不轻 亲兵赶来之后 向他汇报了松平中级受伤的情况 因为岛金家已经成功的突破了战场 景义执政决定不再追赶 下令全军返回本镇 那一天呢 景义执政只是简单的处理了伤口 然后就参加了攻打丽花家的军事会议 关闻合战结束之后 景义执政的功劳受到了德川家康的赞赏 他被改封到了近江左河山城 十八万弹的封地 后世传说 德川家康的继承人 德川秀忠 在关闻合战中迟倒 这样德川家康大怒 他就想另选新的继承人 而景义执政主张推举松平终极 那么也有人主张赐子 结成绣康 不过呢 在本多郑淳和大雕堡中林的支持下 德川秀忠继承人的位置得以保留 那么关闻之战之后 西军大明 比如说毛利家 长总我部家和岛金家 这些实力大明的外交交涉工作 景义执政当时是奉命担任 毛利辉元 长总我部圣亲 在景义执政的斡旋之下 先后降服 而岛金家在景义执政逝世之后 改由本多郑信一再斡旋 最终呢 岛金家也上落请强 这为德川天下的稳定 带来了重要的贡献 1602年 常年的被德川家操劳 导致了景义执政 在关闻合战之后 没有完全恢复伤势 积劳成疾 据说最终是引起了败血症 而病倒 1602年3月24日 景义执政知道 自己将不久于人世 他为了不能再回到家乡景义谷 感到非常遗憾 所以留下一言 在晋江修建于景义谷 相同的寺院 并且吩咐下属 重建在战乱中损毁了左河山城 不过在他亡顾之后 当地的民众就传出了 说这是十年三城的亡灵 在作祟的谣言 而且越传越广 传到了德川家康的耳朵 所以德川家康一声令下 把以左河山城为首的 有关三城的所有东西 全部回去 1603年 景义执政的儿子 开始着手建造岩根厂 而这里后来就称之为岩根藩 到了明治时代 一直是非常繁荣 景义执政的遗体 被送到了流经左河山城下的 秦川中的沙洲 在那里火化 他的骨灰一分为二 各自葬在岩根的清凉寺 和景义谷的龙潭寺 景义执政死后 他的家主之位 由他的长子景义执政继承 但是执政体弱不能立功 所以就被改封在上野的安中 由他的次子景义执政 因为景义执政在大阪之阵中立了功 由他继承了家主之位 景义家是德川四天王四家中 奉路最高的那一家 景义家一直在幕府中身居要职 历代家主中有四位出任了幕府大佬 并且与九景家轮流主任幕府首席老中之位 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在幕府末期 拥护幕府的景义执臂 他在英天门外被尊王派刺杀 史称英庭门外之变 那么关于景义执政 深受德川家康的特别信任 一直是众说纷纭 史学家们质疑 景义执政作为非三和普代出身 能够在德川家得到重要的位置 感到不解 那么江户时代的史书 有的就描写说 景义执政荣望美丽 才得到德川家康的后信 再加上景义执政 是到了22岁的时候 才正是圆福 所以不好人揣测 是德川家康好男色的缘故 不过在战国时代 被怀疑好男色的著名历史人物 也不是德川家康一个人 那么也有史家认为 德川家康是希望借着景义执政 整治以众三和人的风气 来吸纳败地的人才 但无论如何 景义执政对德川家的贡献 是非常大的 刚投靠德川家康的时候 景义执政就曾经说过 愿意为德川家的后恩而身死 以作为暴打 德川家康也曾经评价过景义执政 说他平时虽然言少沉默 但是心平稳重 肚子里想着不少的计划 也为实行这些计划 绝不改移 那么也有传说 说因为景义执政 并非是三和普代家臣 再加上德川家康特别的信任他 这样就令德川四天王中 其他的本多忠圣 神员康正等人大为嫉妒 但是景义执政始终做好 自己的分内事 也从不到处的炫耀 所以后来呢 他也赢得了德川家 其他家臣对他的尊敬 那么史学家曾经指出 德川家中本多忠圣 与神员康正 以武士优秀 政治制略 以本多正信为优 但是两者兼有的 只有景义执政而已 另外呢 景义执政 他治军非常严格 他容不得他的部下 犯哪怕一丝一毫的小错误 所以作为他的手下 因为犯错而被杀的事情 随时都会发生 在这样的情况下 士兵们都是提着脑袋过日子 战战兢兢 所以逃跑的士兵 也不在少数 但是留下来的士兵 莫不是勇猛作战 而景义执政 也有一个外号 叫做人斩之兵部 他还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 他15岁的时候 第一次上阵打仗 部队用餐的时候 因为汤里没有放酱油 景义执政拒绝不吃 为此呢 他还受到了 大有保重式的训斥 骂他是 萧生惯养 在一次大军撤退的时候 大军找到了一些饭团 美人只够分一点点 景义执政 坚持不吃 别人怎么劝他也不听 让大家把他的那份分了吃 不过这听上去 景义执政可能是有强迫症 据说呢 景义执政容貌长得十分的秀美 深受女性的欢迎 尤其是丰仁秀吉的母亲 大政所 非常的喜欢景义执政 屡次向丰仁秀吉提起 并且夸赞景义执政 纵观日本战国时期 各家的名臣 在军事 政治和内政方面 都一样出色的 能够像景义执政这样的人才 是非常含有的 这是为什么德川家康 包括丰仁秀吉 都一直非常器重 景义执政的原因 所以说呢 虽然德川四天王里边 我们最后一个讲的是景义执政 但是呢 景义执政 可以说是德川四天王之首